下面聊一下这个四川那个 这件事情呢 我确实挺要聊聊的 因为我挺生气的 对这个人 这个女的好像叫张薇 我觉得呢 就应该叫她张维索 这人太猥琐 她还说人家是维索大叔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都注意到这件事情了 我稍微简单说一下 挺简单的 就是这女的张薇这个人 她是四川大学的 凡北系点研究生 还是宝宿研究生 在地铁里头看着一个大叔 蹲在地上 她非说人家是在偷拍的 然后人家说 人家说我没有偷拍你 然后她还去看人家 那个手机上的那些照片什么的 看完了还真没有她的照片 结果这事就就完了吧 对不对 她还没完没了了 当时好像在地铁里头 还叫了警察什么之类的 弄得起那什么的 警察那人家没有 没有拍你就是去拍你 结果她还跑到网上 去对人家进行那个诬陷 在她自己的自媒体上的 就是说 说她在地铁里头碰到一个什么 猥琐大叔 那人家都没有 没有拍你 你还去说人家猥琐 完了还有一个 她没拍 难道我就不能去维权吗 那人家没拍你 为什么权呀 是不是 就这么一件事情 那她那个 她自己 这是她自己找的了 她自己去 去拍的这些东西 去在那个网上去传送 然后那个 还说的那个 她要没有 没有做什么坏事 她为什么自己不出来 那个什么说发声什么之类的 你就不知道都什么逻辑 结果呢 这次呢 她是真灾了 那个 结果人家很多评论员就说 你这么做不对 后来就传开了 这事情就传开了 然后就全民都都开始声讨她 这件事情吧 她最让我生气的是什么 我确实挺讨厌这样的人 就是说 她是在欺负一个农民 你要知道中国的崛起 靠的就是中国农民 真的是 中国农民朴实无化 又勤劳 没有中国的农民 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对吧 你说 说中国是什么 基建狂魔 基建狂魔 是谁造出来的 对呀 你有设计师 你有工程师 但是最终要造的是什么人 是不是 这农民 农民工是对中国的这个崛起 对中国建设 这个城市建设是多么重要 他造的是高铁 他造的是地铁 他造这个大的楼 对吧 造各种各样的东西 给 包括一些 街头下面的 有的时候那些什么小的早餐摊啊 什么的 一些什么典型店啊 什么的 很多都是农民开起来的 对不对 农民对我们中国人太重要了 这么说好了 就是说 中国没有这个 这张威 我现在叫他张维索 他是维索 对不对 他说人家是维索 他是比较维索的 他等于他是拍了人家 人家没拍他 他就拍人家 他把那个人家的照片还放到网上去 去污蔑人家 对不对 所以中国要没有这样的人啊 中国会更好 就没有像这张维索这样的人 但是中国不能没有农民 没有像这种普实无华的这种农民 这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处理好 不能让农民伤心 我觉得 对不对 这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涉及的 不是这个 这张维索一个人的问题了 这是全是全 我觉得全社会要 要有一个表态 对不对 要有一个零容忍的这种态 我觉得是 他他现在后来出来道歉 你看他的道歉怎么说的 我看一下 他那道歉 一个呢 他这件事情出了以后 一开始 网上的人去骂他 说你这么做不对 你这个 你其实也是欠算别人的权利 对不对 你随便去看人家手机 你有这个资格吗 你干嘛要随便去看人家手机 等等啊 也有人跑出来骂他 他还挺碰的 一个一个的去怼 还是你还说的 你懂什么呀 你算老几啊 我是保研 他因为是保送的研究生 我是保研 等你到了 读了什么什么研究生 你看他多猖狂 对不对 最后 是为什么他跑出来道歉了 那是因为人家后来 那个农民他儿子 人家那大叔的儿子 跑出来了 说了你不道歉 我们就要去起诉你了 对吧 那他这时候害怕了 跑过去 去道歉了 然后他说他会在这个 公开道歉 这是他公开道歉写的 他说叔叔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我不该在地铁上 和您确认以后 依然在网络上随意 散播视频 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 他说他不该在地铁上 和您确认以后 你凭什么就认为 别人在偷拍你 对不对 你凭什么呀 我看了一下那些照片的角度 那个大叔就蹲在地上 他是坐在那 而且他穿着长裤 人家那个大叔还戴着耳机 这个 搁了是我的话 我会想到的说 我要让座 我是不是应该给那大叔 让个座 你看他想的是什么 他想的就是 人家就是偷拍的 这人自己不是好人 你看往往把别人 想的坏的人 他都是自己 就不是好东西 而且他这个人是个很明确的 就是那种 宇宙中心就是我 你这大叔坐的 就是蹲在对面 就拿着这个相机 拿着这个手机 就一定是在拍我 因为这个全世界就我最美 对吧 这全 整个宇宙 我就是中心 是不是 是不是就这样的人 他就是典型的那种 精致的那种 利己主义者 自我为中心的人 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他本身这句话就错 他就应该先跟大叔说 我不应该无缘无故的冤枉 对不对 你凭什么人家 人家拿个手机 就一定是拍你 我觉得这就是错误 对吧 完了他下说 我不该 他这只说他自己错误 是说最后是随意散播这个视频 并对您本人形象 进行不当描述 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这件事情 给您和您的家人 带来的严重的伤害 我正正的向您和您的家人 致以深深的歉意 因为我的过错 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我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 并将以实际行动改正 他所谓的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 是什么呀 他把底下的那个评论 全给关了 只拿出来了一条 那条评论上就说 你们大家就不要再发表 什么意见了 人家那个当事人都已经 那个什么原谅了 什么什么 结果后来发现 这一条评论是谁给他写的 是他自己的一个小号 这就是他虚心接受 大家批评的态度 OK 这个人呀 不能原谅他 不能原谅他 这件事情比较严重 我觉得是 而且我觉得川大有问题 今天最新出来的是说 我刚才稿上又看到 我看他有说 有些人说什么呢 有人说又给他爆料新的了 说他高中的时候 就发生过校园 那个霸凌的事情 说他 他跟着带着几个孩子 几个女生去欺负另外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自己爆出来的 说就受过他的校园霸凌 然后还有人说 他保送研究生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问题 说因为有人举报过他 我也不知道他举报的是什么 也是类似的就是在学校里头 太霸道什么之类的事情 举报过他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我觉得川大有问题 为什么你保研 你要知道 保研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 因为你都不用去考 直接就去保送 毕竟考研其实还挺难的 能够考上研究生的人并不多的 对吧 你还要考试 要做准备 这都挺辛苦的 相当于有点像 再来一次高考那种劲儿的 他考都不用考 保送上去的 这种名额是多么难得的机会 你不好好查一查这个人 对不对 他既有高中的这个霸凌的 那个那种经历 又有这个 吉他的这种事情 你怎么还让他去保研了 对不对 川大有问题 我觉得现在是应该 川大应该是工作组进入 好好查一查这件事情 他是怎么被保研 这么差的人品 这么差的人 居然在读研究生的新闻系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严重 川大很严重 对不对 有的人说 哎呀他已经道歉了 就应该 他这个道歉一点 就我说的 这道歉里头 一点都不真诚 而且他自己后来还解释 那个什么 他跟人家去找人家的时候 就在那哭 大概就在那哭 说的学校要这个 要开除他了 也就是说他去找人家的时候 是因为学校要开除他 并不是因为他觉得 他对不住这个大叔 对不对 然后当然人家儿子也说了 你不道歉的话 我就去起诉你 我去告你 对不对 这里头要告的他可多了 而且我觉得像他这种人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呀 是属于地铁里头 是属于这个扰乱地铁 大家都在那好好的坐地铁 你凭什么无缘顾的 说人家在偷拍你 对不对呀 这种是扰乱公共秩序 这真的是应该去 承担法律责任 对吧 污蔑 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你然后你还要 侵犯人家隐私权 还要去看人家手机 你凭什么 你算老几人去看人家手机 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太多了 然后最有意思的 他还跟这个成都大 英国的大使馆还关注着 英国大使馆为什么要关注着 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更加令人 耐人寻味了 英国大使馆 无缘故地关注一个学生 为什么呀 对吧 还有就是胡锡进 胡锡进又跳出来 说他就可以原谅他了 要是本来我还想原谅他 胡锡进又出来原谅他 那就更不能原谅 这就是这么个事 我告诉你 为什么不能原谅他 原谅 这个人做错事 是的 包括我自己也经常说话 说错话做错事 谁都希望大家原谅 对吧 就是我做错了 那大家原谅 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他又这么年轻 我当然不是说 什么事情就要 把这人一棍子打死 确实是 问题是原谅 要有前提条件的 第一你自己的 这个道歉要真诚 他就道歉真诚了 他都没有认清楚 自己的最开始的错误 对不对 你无缘无故的 你就认为一个人 都蹲在地上 他就在偷拍你 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你凭什么要 这么认为人家 对不对 完了逼着人家 是他把警察给叫来 他把人家 逼着人家看手机 什么的 这些都是错误 他都没有承认 他都没有去道歉 是不是 然后 这个事情 他自己贴子贴出去了 开始有人 给他讲道理了 跟他说了 你这么做不对啊 什么事 他还跟人家怼 对吧 怼的可是也挺 挺挺那什么的 挺猖狂的 是不是 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人呢 他不是说年幼无知 做错的事 不当心做错的事 对不对 你年幼无知 不当心 这个是可以原谅的 他是骨子里坏 尤其是还有什么 高中的时候就开始 就是进行这个 校园霸凌这种事情 这个人是骨子里坏 我跟你讲 对不对 最后的他这种道歉 也是因为他害怕了 当中这已经 几天过去了 他都没有晚上出来道歉 一直是到人家儿子说 我要起诉你了 他才道歉 一点都不真诚 从他这个道歉的 这里头写的 这里头也不真诚 所以这样的人啊 我跟你讲 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 对他最好的办法 是要让他狠狠地 栽个跟头 狠狠地吃一次亏 对他是很好的 因为他不栽跟头 不吃亏 他就会一直这样下去 对不对 他这回又 要是又过去了的话 又没事的话 对吧 看来他高中的时候 霸凌也没什么事 然后那个人家 别人举报他 也没什么事 都过来了 对不对 你这次又让他过去 对他是好事 他下回还指定干什么的 关键是做媒体的人士 你一定要说实话 这是特别重要的 你看他是个说实话的人 对不对 你看他像是个 说实话的人 对吧 那这种人 怎么可以做媒体呢 对不对 除了开除 没有别的办法 他还是党员呢 这都有问题 他怎么入的党啊 他入党的时候 没有好好查一查 是个人就可以入党吧 现在 对不对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入个那个什么 共青团 都来来回回的呢 可当回事了 我们老师 还找我家长 那个都要谈一谈 这个那个的 怎么现在入党的人 就这样的人都可以 混进党里头去 他现在应该是双开 开除党籍 开除学籍 绝对不能容忍 我真的挺成气的 我看这个人 我不能容忍他欺负 这么老实人 这家人真老实 对不对 还说啊 他那个是个学生 那个学历比我们高 那个什么什么 学历比你们高 所以对他的要求要更高 只有说这个人 他学历不高 他不懂 他没知识 你这么高的学历 都研究生了 你不懂这些道理吗 你不懂得人跟人 要平等吗 你不懂得随便 你不可以去随便 去污蔑别人吗 这些道理不懂吗 对不对 所以更不能延量 我觉得 穿大有问题 这件事情要从头查到的 我现在觉得是怎么回事 穿大最近还有一个 什么学术打击啊 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 不是穿大自己的 另外一个 大学的老师 跟他的研究生搞在一起 然后就帮着 那个研究生 什么出文章啊 什么的 最后这两个人 现在都被穿大给雇佣了 就潜力全好 还有这么一件事 所以穿大需要好好整顿一下 而且我还想起来 那个时候美国有个使馆 在四川吧 在成都吧 那就是一个 整天搞颜色革命的 那么一个窝 是不是 是不是那个人 还有台湾的一个女的 在那里头写那种 怪了怪气的文章 对不对 后来是因为 跟那个贸易战 什么之类的 他们对于中国 怎么着 中国给他 给关了 把那个 四川的那个领事馆 给关了 那个领事馆关了 就不应该再开了 他好像是关掉了 中国在休斯顿的 那个领事馆吧 咱们回应了一下就 我不知道后来又开了 就不要开了 就不要开他的那个领事馆 那就是一个 整天的 就不干好是 那么一个窝 而且好像还有一次 是一个什么中学 一个什么事情 就跟那个me too 有点关系的 那个事情 也是发生在四川吧 我记得 也是在成都 还是什么地方 所以这块地方有问题 我跟你讲 他跟这个英国大使馆 这英国大使馆 还关注他 这个我都觉得看上去 都让人 匪夷所思 反正我是觉得 让人直留好好查一查 别又弄出一个 许秀宗来 许秀宗就是学媒体的 学那个 他好像是传媒大学 把许秀宗 别又弄出这么一个人来 这种人三观不正 你知道吗 他三观不正 他的这个行为 就是三观不正的行为 特别的当心 我来看看 这个评论 网络女权 是的 是的 跟网络女权 是有关系 我相信 没准又有什么 我都怀疑 他就想惹事出来 弄流量 完了就让那些女权 那些啪啦啪啦 一共支持他 他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我跟你讲 有些小孩 非常聪明 但非常自私自利 对 这个女孩 我估计读书 可能读得不错 我也觉得是 但是呢 就没教好 就骨子里坏 你知道吧 完了又边上的人 可能又特别宠着他 可能读书好嘛 完了人长得又漂亮 就大家就都宠了 他可能是这么一个人 啥时候 无人心白 一句道歉就完事了 真的呀 真的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他这个就是 里头 我就说他影响 就是扰乱公共秩序 你不能随便上了车 大家拿个手机 就有的没的 就说你在乱拍 这以后谁还敢上车 还在玩手机啊 对不对 这个事情 怎么也得纠正一下啊 对不对 怎么也得警醒一下啊 对不对 我都觉得这个事情 就像我说的 我要看着这大叔 蹲在地上 我会给他让座的 根本不会想着 他会在什么偷拍 什么之类的 你真的碰着有人 他还说了 上次碰着什么人盯着他 怎么怎么着 那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谁让你上次 你自己就不找去 就找那人的 我估计他又是瞎编的 对不对 你如果真的有人 不怀好意 躲开不行吗 对不对 你就那么喜欢 非坐在那吧 你就站起来走 走得远一点 有什么不可以的 实在不行 就下一站就下车了 再等下一辆车 有的是办法 而你还是个党员 对 所以一定要开除主党 这党里他不能容忍 他这样的人 他还有BBC微博 互相关注 你看我就告诉你 这人有问题 所以他 这么 也就是说像BBC 像英国使馆 就特别喜欢 有他这样的人 无视生非的人 对不对 就这种搞 所谓的搞女权 V2的这些人 也是给BBC 给这个英国使馆看 对不对 你们别整天在那 想找事 是不是女孩拍过 那种黄色视频 时间长了 就会看男人 就猥琐的 男孩女孩 最好看 别看那些黄色视频 会影响心智 我是看有人评论里头说 我觉得人家说的 有点道理 就是说 他之所以回去那么生气 又把这个大叔 给一拓的 在那个网上去网报 是他网报别人 可能就是他很生气 那大叔没拍他 人家没有那个拍他的意思 人家看他没看他 还真没准 他受不了 就是我说的 他是这种宇宙中心 只有他的人 知道吗 他容忍不了被别人忽视 我觉得他真有这种 这种变态这种心理 人家盯着他了 他要去说人家 结果人家没拍他 他可能挺失望的 我跟你讲 真有可能是这种心态 这种特别变态的心态 老胡对20岁左右的女孩子 有种迷 旅记者牵手门 这又来一个地铁门 是老胡啊 我告诉你 老胡说应该怎么做 咱们就应该跟他反着来 我告诉你 老胡要说 这人绝对不能原谅 那咱们得琢磨琢磨了 他为什么觉得 这人绝对不能原谅 是不是 大学入党很难 必须特别优秀 是的 是怎么回事 就真的得开除 开除党籍 我刚才看到好像说是腾讯 他好像是在腾讯实习什么的 腾讯跟他解除了这个关系 这是第一步 他一定要双开 开除党籍 开除学籍 没这么大问题 主要是大环境不好 天下苦女权久矣 才是这次事件的本质 我的观察 中国大陆已经开始走上 重复日韩女权 男权斗争的道路了 看看日韩 女权的发展历史 就知道大陆 女权发展的方向了 对 他有这个 有这一层的在里头 就这女的自己 一看你个大叔 觉得好欺负大叔 马上就往女权那方面想 完了 那些支持他人 多半也都是那种 脑残女权的人 有这个原因在里头 但这人是骨子里坏 确实是骨子里坏 然后穿大确实有问题 对不对 这么有问题的人 还给他保送研究生 还让他入党 背后肯定有人直连 躲在幕后运营的互联网 老流氓也说不准 所以这事好好查一查 值得好好查一查 对不对 他肯定是觉得 这件事情可以弄流量 对吧 他肯定是这个意思 没想到翻车 他自己没想到翻车 也就是说 可见他跟这个现实生活 有差得多远 就这一点 他就不配做记者 因为做记者的人 你得了解生活 你应该尤其是 对社会的底层 你应该特别了解 像他这种 吃穿不愁 一辈子都没受过什么委屈 肯定是他是这么一个人 对不对 像他这样的人 其实非常不适合做记者 搞媒体实际上是很不适合的 搞媒体的人 就是应该是 这个社会的三六九等 都应该很了解 都应该多多少少 要有一些接触 不能像他这样 什么公主 是吧 自己把自己当公主 甚至 这样的人 绝对不能去搞媒体 目前国内学传媒 那是西方NGO 重点关注的领域 对 我相信是这么回事 对对对 我也觉得是 你像那个 所以我说像许秀中那样的人 对吧 他们就是 因为以后这个 传媒的那些人 他会带风向的呀 是不是 所以NGO会特别 注意他们的 肯定是 看看泼福吧 人家说女奴 是权责一致 并且女权运动是 和无产阶级是一致的 田园女 就是在物化方向 有各个维度上 反正女权呀 现在让他们给弄变味了 我并不认为 女权本身有什么错误 确实 你说甭管是 这个工作场合 会有人被比如说老板 被老板这个性侵 什么这种 这种事情肯定是有的了 也就是说 应该大家好好的 对说讨论讨论 讲点办法 说这也没有什么错 但是现在全让他们 给带偏了 全给带偏了 我跟你讲 对不对 你看这环境 环境那个运动 也是给带偏了吧 女权也给带偏了 所以西方现在 搞的所有的这些运动 中国都不要去 随便的去跟风 真的不要去跟风 他指不定 他变成什么味了 有那种人穿的很省 布料内心里 就是想卖弄色下 但是别人都看得了 他又反向上头 对就是这样 非常扭曲的一种心态 就是这么个事 我就跟你说 他就认准了 这大叔坐在那 拿个手机 就是在拍的 结果后来人家没拍的 他失望 你知道吧 这就是这么 今天还有一个 穿AJB鞋带上 有金属片里 我也看到了 你看这都已经过分到什么程度了 就现在女权的这个问题 中国这个事情 真的 我现在觉得中国需要保护的是男性 现在中国男性需要被保护 我一会上一个 上传一个就是 还是那一周 前一段时间 我跟那个Alexander聊的 他里头也说到这个问题 就是女权的问题 还有什么LGBT 就我们俩人也聊到这个问题 反正你们可以有兴趣 大家可以看一看 你看他有什么看法 有几个记者真配得上这头衔 把女性平权 异化成女性专权 对对对 然后进一步扭曲成女性霸权 你这说的真好 你这说的真好 把女性平权 异化成女性专权 然后进一步扭曲成女性霸权 这个说的真好 现在就变成这样 他这么做的结果 是让人家真正受到 这个性侵扰的 这种真正的受害人 以后说话没人听了 是不是 谁要一出来 又怎么怎么着 晚上就想 这人怎么回事 这是不是又来一个 第二个地铁女 是不是又怎么回事的 就是说这种人 他的这个讨厌的地方 他不对的地方 他错误的地方 就是多层的 一个你去侮辱 这个老实八章的农民 对不对 你去这个 去污化人家 去污蔑人家 这本身就是错的 然后你扰乱 这个地铁的秩序 地铁以后坐在上面 我还手机 还得注意这方向了 别后回头指着谁了 让人又指责我了 这个那个的 这都有问题 对不对 完了就是这个 女权的这个问题 这里头 但是我确实觉得穿打执 让她去入党 让她有什么保送研究生 这应该是各方面 特别优秀的一个人 怎么这么糟粕呀 对吧 怎么这么猥琐呀 这里 她侵犯了别人的权利 她现在是 她侵犯了人家隐私权 然后她去 拍人家照片 准备要在网上进行网报 她好像还有一段 还写了一个说 她还解释了一下 那个这个事情 好像我当时怎么怎么着 然后说 后来因为怕我自己受网报 还怕叔叔受网罩 就给下架了 还怕叔叔受网报 是他自己网报人家 好不好 他是生怕别人 不来网报这个叔叔 对不对 我就说她是个骗子 她不能够做媒体的原因 就在这 她是不说实话的一个人 我当时觉得 女生有自我保持 我的意思很好 问题在于 如果发现是误会的 要道歉 要说声不好意思 而不能继续 黑被误会的人 这才 这才是人们不能接受的事实 关键的问题是这样 那个自我保护啊 和随便的去污蔑别人 不是一回事件 就像我说的 你要自我保护 你坐在上 你看有一个人 拿着那个 手机在那 你要是觉得 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你躲开不行 你要想自我保护 你躲开不行 你凭什么上去 就去污蔑人家 我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 如果我 我没有任何 要干坏事的什么事情 我在干嘛 然后别人误会我 我觉得这本身 对我就是一种尊重 你为什么把我想的这么坏 对不对 我在那看什么东西 你就认为我要偷东西 你说你是不是准备 要偷东西 那我说了 我没有准备要偷东西 难道我心里 都就是舒服吗 对不对 是啊 你可以把这件事情 解释清楚 但是你凭什么认为 我要偷东西呢 就因为我拿了东西 看看 看看你的价钱 你就认为 你是不是要往你包里塞呀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你可以说最后说 但是你觉得对我来讲 我没有受到伤害吗 我觉得我一样受到伤害 你凭空去指责人家偷拍你 这就是不对 这就是不对 对不对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 你就走开就完了 除非这个人追着你 跟着你 那是 那这时候你说你要干嘛 你为什么这么跟着我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 人家就坐着蹲在地上 拿了个手机 还带着耳机啊 你认为他在偷拍你 你不舒服你走开 对不对 你走开 我跟你讲 他呀 就是知道这个人是个农民 我跟你讲 因为只有农民 才会蹲在那 多数人都是站着 或者是坐着 他就是看人家好欺负 他就是在那找事 这不是什么自我保护的意识 中国市总体来讲 是对女性 特别安全的一个国家 没有那么多的坏人 别到处都是 你要觉得到处都是坏人 你也自己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真的 谁都要拍你 谁都要怎么着 性侵你 谁都要摸你 我跟你讲 这也属于狂想症 我觉得 对不对 我在美国我都不这么认为 中国 而且中国的男性对女性 更加是那个尊重一些的 我跟你讲 这还不如我说的 一会我上那视频你们去看 那阿里山德他怎么说呢 他作为一个英国人 他对于中国的很多这方面事情的观察 到时候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不认为这和女权有关系 是你的本身的素质 是你的本身的素质 但是他希望 他想挑事 就是挑成一个女权 就是他受侵犯了 对不对 有猥琐大叔在侵犯他 对不对 就是这么回事 你看那个朱军那件事情 那是纯粹的女权在后头 就是跟一些什么组织 朱军那件事情 对他多委屈 整整三年 三年吧 是不止三年 什么都干不了 对不对 朱军那件事情太明显了 那个女的非说他性侵他了 他说的那个场合是一个化妆室 是一个 不是一个人的化妆室 是一大片 那么好多的化妆的位置 大家都在那 进进出租的那么一个地方 那当时有别人在 没有一个人说 我还记得有这么件事情 对不对 他也没嚷嚷 他也没怎么着的 就愣说有这么一件事情 查了整整三年 后来就发现 这个女的就是跟那个女权什么组织 那个女权什么什么组织 就跟国外就是相通的 对不对 最后这女的也没有被惩罚 这就是问题 诬告别人要承担责任 像这回这女孩 她就得承担责任 你这是诬告别人 明摆着这个诬告别人 因为已经都搞清楚了 你还到网上去 去对人家进行网报 你还去侵犯人家的这个名誉 是不是 这个事情真的不是小事 这个事情要对他本人的处罚 是要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不讲 不分青红皂白的 所有的这些女权 要对他们要进行 一定的要打击 怎么弄下去以后 你在中国当男的也太难了 对不对了 愣说 街上的还有什么什么 在那拍什么 什么暗拍 这都梦 就是说我就觉得 狂想到什么程度了已经 而这些狂想是谁 给他们输入进去的 他为什么都有这种狂想的程度 一个是就我说的 老觉得自己就是宇宙中心 自己就 人家就是无缘无缘 就会都要拍你 还有就是这帮女权 我告诉你 天天给你们灌注这种思想 大陆很多女性三高给带骗了 对 大陆很多女性的 宁愿在宝马上哭 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 是 无告要反做的 现在无告零成本 所以才有老实人碰瓷 层出不全 是的 确实是 那种碰瓷的人 现在什么那种 打骂什么 往地上一躺 怎么怎么着 好像最后你 如果他告上法庭 他们家人什么告上法庭 最终也就是说不赔 不用赔 那你这样的人 你得反过来 你得让他赔 对不对 你在弄躺在地上 非说是别人撞的 这种人你得让他赔钱 像这里你也得赔 跟那个当事人没有关系 你不能说当事人 说这事就算了 这事就算了 你要杀了人 那人的那个死的人的家属 说行了 这事就算了 你能让他算吗 你能就把这杀上放了吗 不能 那为什么他污蔑别人 就可以说当事人 说算了就算了 不可以 对不对 他违反了法律 对不对 他侵犯了人权 他侵犯了人家 这个大叔的权利 该干嘛干嘛 对他要进行严肃处 对对对 我也觉得是 就中国现在很多事情 我对中国的意见是 对于这些人 对于像这种 这种女的太客气 包括穿搭 我觉得穿搭也是 真是有问题 你看那个中石油的 处理的多快呀 马上就停止了吗 马上就给解雇了吗 你像这个女的 她现在 你不用说 你如果说你还要查 你有什么好查的 第一 是她自己放上去的视频 她自己拍的 自己放在上面的视频 不是别人的东西 好不好 对不对 这事情很简单 你有什么好查的 最少先让她停决 最少最少先停决 而且马上就应该出公告 我们这种事情是零容忍的 对不对 这种事情违法的行为 侵犯别人的权利 侵犯别人的隐私 等等等等 你说她作为一个媒体的人士 她又是个研究生 保送的研究生 她会不懂这些道理吗 她完全都是懂的 这叫做知法犯法 对不对 所以第一时间就应该出个告贴 就出来 就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着手处理这件事情 她现在已经暂时被停学了 你应该怎么着 也应该有点这种措施吗 对不对 为什么等这么半天 都没出点什么 都不发生 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 有人说 在网上说 说我们这样子说 她会不会自杀 我告诉你 百分之百她不会 她一定不会自杀 她这种人是 可以把别人逼得自杀 她自己不会自杀的人 为什么 因为她是一个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 利己主义者的人 绝对不会想不开 你放心这一点 我告诉你 利己主义的人 整天想的是去害别人 自杀这种 是对自己最不利的 所以她不会干的 你放心 就使劲的 火力全开去骂她 该骂就得骂 我告诉你 而且要给四川大学 要施掉压力 你放心 她这种人绝对不会的 所以把人家 这个穷人 这个穷人 把人家那个 农民给逼死 这种事情 她做得出来 我告诉你 大陆的法律民事实可以和解 不处理 只有刑事案件 是公诉 就算取得谅解 也要判刑的 判清点 现在碰瓷确认 是要被追究的 所以现在的碰瓷少很多 很好 她这也属于碰瓷 她这不是碰瓷吗 她这也属于碰瓷 因为她诬告人家 对不对 人家现在 这次还好 我现在想这事 还好是 她非说人家是偷拍她 如果她非说人家是 多看了她两眼 对不对 是调戏她什么什么 人家大叔怎么说的清楚 对不对 这事情真说不清楚 而且如果她说是 大叔调戏她 大家都会相信她的 是不是这么回事 还好 她说你在偷拍 那人家的照片 你可以使手机 可以看 她可以大叔 可以自证清白 对不对 万一样的感受 她非说人家是摸了她了 人家怎么着的 不是上次有一个 是什么学姐 非说后头的一个 什么人 摸她屁股 还是怎么回事 不是吗 后来是人家是 什么书包 也不是怎么着的 反正是拿着视频 监控才来看的 怎么现在这种事情 怎么这么多呀 为什么女孩子 都自我感觉这么好 怎么觉得自己是个女的 人家是个男的 就要把你怎么样的 怎么为什么都这样子 我小的说不这样 我年轻时候可不这样 我周围也没有这样的人 没有那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你看那个 有的时候看那些 那个相亲的那些节目 就能看出来呀 那经常的那些红娘 就跑出来说嘛 那一个个女的 都把自己当回事儿似的 都35了 还要人家对方 要有车有房 工资要多少 个儿得多高 看着顺眼 人家这么条件好的人 干嘛非要看着 你一个35的一个 对不对 就这种事情挺多的 完了那种要那个高价 要那个什么聘礼的 要那个 要彩礼的 一个个都感觉特好 哎呀 中国女权有点过了 我觉得中国现在 女权有点过了 现在不是 不是 现在的问题是不平等了 已经 现在女的已经比男的 好像 很多人说的有一点很对 就说类似的事情 这事情割了是个男的 老早就开除了 因为今年好像还出了几个 这种事情吧 就是男的怎么怎么着 马上就开除 为什么到了他女的这儿 大家都说要对他 要原谅了 要怎么着 再给机会了 这个那的 为什么呀 现在男女确实不平等 现在女的太厉害 对吧 对男的 我觉得现在有点不公平 你真的是这件事 你反过来想想 如果是个男的 去说一个大妈 怎么怎么着 去污蔑人家大妈 你这男的 是不是早就被 被开除了 是不是怎么回事 还真是这样 自杀又怎样 就是啊 这种人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对自己定位不准 对对对 小明说对 对于对属碰瓷 如果大叔 请专业人士起诉 会有一定结果的 可好像现在大叔 都想原谅了 对啊 大叔 大叔和他儿子是 就是确实是老实人 他就认准了 欺负人的老实人 对不对 所以跑到人家面前 就一通哭 他为什么要亲自 跑到那去 他为什么不说 那个电话里 就跟你说一下 或者是怎么着 交流一下 说我会到这个 公开给大家认错 人家大叔的要求 这个大叔 他儿子的要求 就是你要公开认错 那你就跟他说 我会公开认错 他为什么要亲自跑去 就是去哭的呀 就是去哭的呀 因为他知道 这个大叔和他儿子 是老实人 那眼泪一下来 人家肯定原谅他 完了他就说了 当事人都原谅了 你看他果然是这么说的 他自己贴了个帖子 用自己的小号贴了个帖子 当事人都原谅了 你们就少说两句 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他就在玩弄我们 我告诉你 他就是整个在这做局 不要上次的道 对不对 大叔原谅 他儿子不准备进行民事起诉 那是大叔的事情 大叔和他儿子的事情 但是他确实违法 他确实违法 扰乱公共秩序 污蔑他人 这些都是违法的 对不对 网报这种事情 理论上我们就不能放松 也没有说一定要他坐牢 但是他一定要开除 开除党籍 开除学籍 他不配 他不能做新闻人士 你知道吗 就是媒体人士 为什么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凭什么要给他一次机会 对不对 他呀 如果真的想 是想 确实觉得自己做的不对 他应该干什么 他应该现在离开这个川达 他应该去干嘛 到工地那儿 去给人家送盒饭 我看着经常在网上 就是有人家那流 都挺辛苦的 做很多的盒饭 拿到那工地去卖 十块钱 十二块钱 很便宜的给 他为什么不能这么多 谁说一定要他做媒体 他来做媒体 他给人家送盒饭不好吗 对不对